欢迎收听老那要还俗作者一梦黄梁播讲幻音空 第238章操控 不就是五万吗 我同学打赏多了去了 十万的都有呢 小男孩叫道 方正眉头一挑道 小施主 你同学家是做什么的 他同学家是做替产生意的 女子叹息道 眼神深处藏着深深的痛和自卑 人家父母有本事 他没本事 孩子这样他心中更难受 方正微微点头蹲下道 那你为什么要打赏那个主播呢 我觉得他很好看呀 而且我就喜欢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念我网名 表示感谢的时候 那种感觉很有成就感 小男孩说到这的时候 眼中充满了憧憬 方正对于这种想法很了解 他当年上学的时候一穷二白 看到其他同学吃好的玩好的时候 也渴望有一天有钱了装了个拨 不回来 那个时候他也是有些自卑 但是还没有这孩子这么强烈呀 竟然会沉迷在虚拟世界的荣誉当中 眼前的孩子明显不是中邪了 而是心里病了 同时方正也对那个主播感到不爽 一个孩子的钱你都赚 你的良心呢 于是方正问道 那对方就收了你的钱 没有 对方问我是做什么的 多大了 我说我成年了 你已经工作了 这点险钱不算什么 孩子一脸平静的道 仿佛对他来说 这点小钱的确不算什么 方正文言松了口气 至少人家主播询问过 人家就是赚这碗饭的 钱来的正当 没理由不要啊 这样看来也怪不了人家了 不过方正还是问了一句 那你的网名叫什么呀 贫僧也喜欢看直播 还认识个主播 没准 我也听过你的大名呢 小孩用一副 你当我傻的眼神看着方正 不过在妇女严厉的眼神下 还是老老实实的道 我叫至尊王子 方正微微点头 记住了这个名字 虽然不见得能帮上忙 不过也算是尽力吧 方正起身道 女施主 你带她来寺院 是想怎样去写 妇女一听 也是一脸的茫然 摇头道 我 我也不知道啊 方正微微一笑道 女施主 既然你不知道如何驱邪 那就交给贫僧如何 这 女子犹豫了一下 显然是对方正不太信任 方正见此笑道 女施主 放心 贫僧这寺院驱邪不收费 妇女这才松了一口气 点头道 嗯 那就有劳住持了 方正点点头 低头看着小男孩道 跟贫僧走吧 我不走 我才不要去呢 我没病 小男孩大叫着 转身就跑 妇女一个没拦住 竟然真被男孩跑了 气得大叫 又要追上去 方正却道 不用追了 如果施主放心 让贫僧去处理吧 妇女那里肯听啊 也不看方正 就要追上去 方正却微笑地看着男孩的背影 拇指 食指 小手指指尖相抵 中指回抠 拇名指交叉 心中默默见的肉鱼 口中轻轻地吐出了一个字 折 正跑的小男孩 只感觉身体忽然失去了控制 他明明想跑 结果身体却不受控制地停了下来 然后转身 然后转身 跑向了自愿 小鬼衣服 见了鬼一般的表情 看着越来越近的方正 妇女则愣住了 完全不明白这是啥情况啊 男孩想要大叫救救我 结果嘴一张 却成了 妈 我想明白了 我跟住持过去试试 妇女一听 顿时松了口气 揉着男孩的头道 好好 你想开了就好 不过 看方正的眼神 明显是多了几分惊讶 他说会回来的 孩子就回来了 这也太神了吧 难道他会未卜先知 想到此 妇女对方正的信任 也提升了不少 然而男孩心中 却惊恐无比的 看着眼前的白衣小和尚 之前他没把方正当回事 现在却真的怕了 无声无息的控制他的身体 这还是人吗 不会是妖怪吧 不会吃了他吧 方正转身往寺院里走 小男孩就跟在后面 妇女立刻跟上 方正问妇女道 施主怎么称呼 我叫刘代方 这是我儿子 李浩鹏 刘代方道 孩子的父亲呢 方正下意识地问道 刘代方文言 脸上挂满了落寞 道 三年前 三年前 走了 方正双手合十 念了一句 阿弥陀佛 施主请节哀 刘代分摇头道 这么多年了 习惯了 住持 这孩子 你真的能治吗 方正摇头道 贫僧只能尽力而为 能不能改过来 还要看这孩子 也得看你 看我 刘代方愣住了 方正点头 却什么也没有说 来到佛堂前 方正对李浩鹏道 进去跪下 安心礼佛吧 刘代方文言就想说话 他自己的孩子 自己清楚 李浩鹏要是这么听话 那就好了 结果让他惊讶的是 李浩鹏竟然真的走进去 乖乖地跪下了 看得他是目瞪口呆 看方正的眼神 都带着几分不可思议和尊敬了 方正让刘代方在门口等着 自己进了佛堂 敲起了沐鱼 口中诵经念起经文来了 其实方正也是故弄玄虚 小孩子不比大人 一梦黄梁对每个人的精神力需求很大 如果对方很虚弱 活在精神脆弱的地方 那方正强行入梦 还是很危险的 所以方正不打算 给李浩鹏强行入梦 来一个一梦黄梁 而是在刘代方放心后 再次节内狮子印 折字阴 自口中吐出 一道潜意识的命令传达进李浩鹏的意识当中 然后继续念经 李浩鹏也没有感觉到什么异常 唯一觉得难受的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那种恐怖比杀了他还恐怖 一个小时后方正看看时间吃饭了 于是起身带着李浩鹏出来了 刘代方紧张又担心的看着方正道 法师如何 方正笑道 阿弥陀佛 贫僧能做的 仅仅是帮他诵经而已 能不能改过 还是要看他自己了 施主 中午了 别饿坏了孩子 趁早下山吧 刘代芬文言 赶紧道谢 摸了摸口袋 脸上流露出一丝不舍 方正笑道 香火钱不在于多少 只是一个心意 本寺一般只收一块左右 这次方正撒谎了 不过方正也知道 善意的谎言是不会被惩罚的 所以他撒谎撒的那是理直气壮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明天再给你白货